Hello 大家好 我是暴力 今天是一個大家未必會習慣看到暴力拍片的地方 是在我台灣家的工作室裡面 時間縮限 沒辦法可以找到一個很合適的地方 跟大家去分享 Able Carry 最新推出的這個MAX EDC 很緊絕的資源情況下去完成這條片 所以如果大家看不慣的話 不好意思 畫面上可能會沒那麼幼窄 但是內容上一樣是可以給到你需要知道的東西 就是到底 Able Carry 最新推出的這個MAX EDC 有多好用 真的很好用 我已經揹著它 出了很多很多不同次的旅程 不同地方 還有每一天在香港上班的時候 即是回到公司的時候 我都揹著它 現在告訴你 到底它有多少EDC 我們今天就跟大家講一講 Able Carry 最新推出的這個MAX EDC 為什麼它會叫做MAX EDC 第二呢 因為其實它是MAX的系列當中一個新的產品 如果大家有看過我介紹MAX的背包 都知道其實我很喜歡Able Carry Max的背包 因為我之前去LA也有發佈過一條影片 是跟大家介紹我用一個MAX的背包 我可以放到多少我旅行必須的東西 包括相機 腳架 耳機 耳機 電腦等等 有興趣大家可以在這裏看那條影片 那我這裏就不多說了 那話明是MAX EDC 那當然它是有Fulfill到MAX的一些好注意的元素 裡面就是可以放到很多東西 但是呢 我在使用MAX的這個背包的時候 其實會出現一些問題 它不是一個不好的問題 只不過是作為一個旅行常客 我們通常都是在準備出發的時候 和準備回來的時候 我們的背包是會安裝很多最多的東西 例如我們要安裝我們的Gear 所以在我們出發和我們離開 也就是說搭飛機的時候 我們的背包通常都是最多東西 我不需要帶走我所有背包裡面 要存在的東西 在我的Trip途中 我們把它拿出來 那變成MAX就會對我旅行途中 是太大過了 Able Carry就針對著 可能是好像我這個用家 我不需要完全揍爆MAX的背包的Lit數 所以我現在就出了這個26Lit的MAX EDC 為什麼我叫EDC呢 就是因為它是for everyday carry用的 但是它就承襲了MAX背包的一些很重要的element 譬如它的front compartment是可以extend 拉到下來的時候 你可以很清楚看到你的背包裡面的所有東西 你可以去進行packing 或者你可以像我這樣 可以放一個Airport mask就可以 中間這裡我再放了一個是相機的內膽袋 我隨時可以在旅程當中拿出來 又可以 然後這裡一樣是可以放到一本這麼厚的雜誌 之餘再放了一堆A4的文件 這裡旁邊又有個網格是可以放 譬如是tripod等等的東西 就是這些這麼大的空間的設計 在這個MAX EDC上面呢 它依然是承襲了的 還有一個最緊火 我最喜歡MAX的一個好處的元素就是 它在它這個旁邊的位置 是有一個可以放到1Lit Bottle的位置 而當你放了一個水樁裡面的時候 你拉上拉鍊 它是不會凸出一塊東西 就是你很多時候有些背囊 你會凸出一塊東西 它是沒有的 就是等等以上本身是由MAX 存在的一些很帥仔 和很順利的功能 這個MAX EDC同樣也是有的 好了那到底 講了那麼多 它有很多MAX的元素在裡面的時候 但是它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它的Lit數不同 而MAX EDC呢 它就是26Lit 但是26Lit來說 我相信對於很絕大部分的人 是很夠用的了 例如你是要去一個短旅程 你去三天兩夜 或者甚至乎是四天三夜都好 你要戴少少的衣服 你都可以捲到它 如果你不戴Suitcase的話 譬如好像暴力這樣 我是會戴Suitcase Hand Carry推著 將衣服環密放在箱裡面 然後將我的器材 放在背後裡面 扣在Hand Carry的登機箱那裡 推著行 又行 這個就是我近年去旅行 或者去工作會帶的配備 因為通常我的背包都會很重 如果我背著 如果我背著 略然會辛苦 因為說 你堆爆了它26Lit 你的肩膀是會有些少負擔的 如果你可以放在登機箱上面 推著行 那對我來說 就是一個最舒服 和最適合我的旅行方式 所以我就會這樣用 說到這麼多 到底它的內在隔層有什麼不同呢 首先它的Front compartment 就是在這裡拉開了 這一頁裡面 它這裡是整個空間都可以放置 裡面這個位置都有8Lit的容量 可以讓你放置 而且它有一個不同的位置 就是這次裡面多加了一個拉鍊的設計 就是裡面這個Front compartment 再有一個拉鍊 你拉開它就可以放一些你會需要常用 但是又不想在這麼大的空間裡面抄來抄去 譬如我會放一個口罩 那我就會放在這裡 那當我有需要的時候 我就打開Front compartment 一拉這個拉鍊 我就可以拿到這些 我隨手一定要拿到的東西 就不用在那個compartment裡面去抄 那這個Front compartment 我就會放一些大件的東西 譬如是眼鏡啊 還有我現在拍的這個Osmo Pocket 3 我都會放在這裡 那我就方便隨手一拿 就可以拿到我需要的東西 那所以這個位置呢 是很好的 而剛剛提到裡面的拉鍊 那個格層 也是Mass EDC新家的 之前Mass是沒有的 那所以這個呢 都是一個新的不同的東西 那旁邊的拉鍊 一樣呢 都是可以放一些需要 隨時拿到的 譬如我是會放銀包等等的 而也都有一個不同的位置 它這裡呢 就多加了一個網格 是可以給你多一個compartment 在裡面去使用的 而同時間呢 它也是有條掛打理 就有一個掛勾 那我就可以勾車時等等這些 必須要有 又不想特地去找地方放的東西 就可以勾在這裡 那這個也是和Mass不同的設計 也是很好用的設計 到Main Compartment Main Compartment 它是可以最高放到25L的東西 它是最高放到25L 不是代表它任何時候都放到25L 因為譬如你前面 Frain Compartment 放滿了8L的話 那它就會 吃了少少裡面的位置 就沒有25L 但是它最高是可以放到25L 那你可以看到我剛剛打開給大家看的時候 它空間也是很夠 我也是可以把相機內膽袋放在裡面 是一機兩鏡或者一機三鏡都可以的 然後也是有個網格位 旁邊也是有個side pocket 這邊也是有些勾勾的地方 可以勾 比如AirTag等等的東西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中間這裡 頂這裡 不是吃了少少位的 那如果我在我的working compartment 那裡放了東西 那我這裡不是吃了少少位 那我就會吃了少少少少 那這裡大家就自行斟酌了 而打開了這塊掩 一樣都是有一個網袋的拉鍊 那在這裡我就可以放 譬如是notebook等等 我要拿出來做事的東西 或者是放Mouse等等都OK 那上面這個掩掩呢 我就會放Tizu 或者AirPods等等的東西 就是要放些電子 例如是充電 充電線那些 我都會放在這個位置 然後呢就是到working compartment 它跟MAS是一樣 它都可以放到17吋的電腦 最高17吋的電腦 而我是怎樣放呢 我是放了16吋的MacBook Pro 同時也都放了一部12.9吋的iPad Pro 兩樣東西放下去 完全沒有問題 還有位置剩的 For我個人來說 這個是為什麼我會 真的可以做到FDD Carry 就是因為暴力是需要每一天回公司 那我就要帶我的MacBook Pro 也要帶我的iPad Pro 所以這個設計各樣 放了那麼多東西的東西 有時候我又要戴相機 所以它就成為我現在真真正正 FDD Carry的backpack 還有剛剛提到 它在work compartment中間 它做一個隔層的 你拉開它的話 在這個位置你就可以放 Mouse 或者可以放到運動相機 或者如果你是在旅行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你的相機的點子 放在這些格子裡面 或者你的card reader等等 而中間這裡 它是有得吃少少裡面 面部份的位置 所以你可以再放一些 譬如我會放Tour Box 如果我出旅程 我會帶我的MX Master 3的Mouse 因為它比較廣 以上就是這個Able Carry Max EDC 它可以放到多少東西 以及我會放些什麼東西 當然它不僅是這些 因為以前Max 它在前面的背帶 Strap的位置 它是不能放卡的 今次Able Carry 例如將Daily Plus 和Daily Backpack 某些元素 加進去 就是它的背帶 這個位置 它可以放通卡 Shilka 類似這些交通卡 放在這裡 你隨時可以拔出來 就可以 我剛剛提到 我是可以把它放在行李箱裡 推著行 它都是在背部位置 加了一條直條的帶 一下就可以吸收到 登機箱上去推著行 是非常非常之好用 我每一次的旅行 我都會這樣用 當然 它是MASS系列 你看到都是Able Carry 它很喜歡用的物料 X-PAT 機能防潑水 那些 所以基本上如果 遇到外面下大雨 你都相對上 沒有那麼少擔心 裡面的東西是會弄濕的 都是有它們很Signature的A-Frame 所以它的背囊 你放在地上的位置 基本上它不會弄軟 因為它的A-Frame 是可以鞏固到這些東西 而且也可以令到 整個背包的形狀 是保持得好的 還有有一件事 我是很喜歡Able Carry 它是務求 要將整個背包的外表 都保持到一個很漂亮 很Minimalsum的設計 所以你看到 就算它可以裝到26L的東西 都好 在你沒有裝爆它26L的情況之下 背包看起來都是挺身的 就是因為它用的物料本身挺身 另外就是 它在設計上有些考試 即它的extension 如果你打爆了 它這些就會有空間 但如果你沒有打爆它 它可以收回 接回整個型 保持得很帥 其實一直以來 我很喜歡Able Carry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它們會把一些細緻位 都做得很好 很細緻 所以我一直都是Able Carry的粉絲 來的 收到這個袋 我是覺得 嘩 很厲害 出了一個小版的MAS 是解決到我用MAS 的時候的一些問題 我現在是 就算on travel 都好 出去我都要揹這個MAS ADC 我就不用再換個小的袋 這個是很好 很好的一個方案 也是一個很好的產品 針對到好像我這一類 我不需要anytime 都揹一個這麼大一輩子 都揹這麼多人 如果你是這些人 這個袋就會塞進來 又或者你都會覺得 MAS好像太大 但是Daily Plus 又太小的時候 你想找一個 Daily Plus 和MAS的中間位 MAS EDC 就是你的選擇 好了 今集介紹 這個Able Carry MAS EDC的內容 就這麼多了 很多隻Able Carry 從很早很早很早期的時候 就找暴力合作 就支持暴力到現在 2024年 所以Julian 跟你說聲多謝 這個也是暴力在台灣一個家裡 拍的最後一條YouTube的影片 也是和產品相關的影片 所以都多謝各位觀眾 如果你知道暴力是有移居過台灣的觀眾 跟你說聲多謝 都看到現在 由沒有這個地方 看到有這個地方 也都由有這個地方 看到沒有這個地方 那所以呢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Able Carry的 MAX EDC 你對它有興趣呢 我歡迎你去點進去下面 Info Box的連結 多多了解一下 你看清楚 到底它裡面 可以怎樣擺放 怎樣擺放 因為我的用途 未必是你的用途 但是Able Carry 那邊的官方的照片 或者官方的說法 可能會比較貼近 多點你的使用方式 都未定 所以我建議大家有興趣 點進去下面 Info Box 看看它 如果你用我的連結購買的話 我是會得到少少的 commission 就是我們大家 和Able Carry 互維護你的方式 所以希望這條影片可以幫到你 如果你需要找一個 backpack 那今集就這樣 希望大家會支持 支持暴力這麼久的 本地香港品牌 Able Carry OK 那我們就下條影片再見了 記得一定要理性消費 有需求過買 如果大家喜歡暴力的影片 記得like and share subscribe my channel 旁邊的鈴鐺 你按一按它 並且把通知設定了全部 我新影片的發佈 你需要第一時間通知的 順手也可以follow my Instagram Instagram上面有很多不同 新的產品 我會首先透過Story 或者是views的方式和大家分享 那今集就這樣了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各位 下條影片就一定不會再在這裏了 這條影片一定是最後一條在這裏拍的影片 所以下次見 拜拜